HELLO 大家好 我是HA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感謝你們 好的 那這一期來玩我們的KFORSTAR 我要來玩的是泳裝庫拉 剛好庫拉這一期的轉牌有嘛 大家就努力的把它轉出來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如果你有的話 你可以來製作他的記憶 他的記憶可以做7次啦 異星大家一下 這樣你就不怕說抽不到他 然後不能覺醒 那藍屬性的話 他可以當藍屬性隊長 還可以啊 那他的缺點很明顯就是 脆皮 但是有傷害 所以說小兵是清了掉的 然後沒有霸體 沒有無敵 然後有一個凍傷傷害這樣子吧 然後有一個可以冰冷 50%冰冷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好了 給大家複習一下 如果你沒有用過他的人 可以參考看看 如果你沒有用過他的人 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現在把他覺醒二星啦 16等 藍屬性攻擊力加50% 那我先調整一下我的冷氣好了 讓他小聲一點 能量30% 所以說他還蠻容易放超必殺的 就是如果 輕一波小兵的話 可能運氣好就會三格氣 我們稍微看一下 受到傷害減傷10% 然後 主動技能增加15%啦 但是你要他來打一些強力的Boss的話會很辛苦 建議不要 很容易死掉 技能放完就換了啦 不然就趁一下時間 跑給Boss追 你不要爆氣跟Boss打一波 有點危險 畢竟他沒有無敵嘛 也沒有霸體 有些Boss的話 他會有一些很厲害的技能 像我待會等一下要打那個大小姐 他會打放嘛 打放 然後又是無敵霸體 你就會被他反打一波 很危險 好 技能1是昇龍 有一個 動傷傷害 技能2是氣功 技能3是旋風角 好 各50%機率吧 50%是 受到攻擊力70%的動傷傷害 然後另外一個50%是冰1.3秒 OK 大概是這樣 快速看過 那我自己剛剛已經打到了16層了 就落到 好 我剛剛自己打到16階段 16階段的話就是你平均要 你的平均要15 好 隊伍絕心等級要平均滿15喔 如果你只有滿14的話 勉勉強強可以打 那如果你只有滿13 差2等的話 基本上很難打 好 你們看我剛剛是這樣子 紅屬性有2隻覺醒嘛 沒有問題 那綠屬性我3隻都2星 也沒問題 黃屬性的話就比較尷尬 就是 我打算要來覺醒我的女靈 2星 那我券還沒有用 等明天 等明天這個賓狗 看看隨機抽到誰吧 他雖然是必中 但其實是隨機拿一隻嘛 那看他抽到誰之後 我確定我抽到誰之後 我再來召喚 這邊 這邊 我也可以選擇券啦 好 我們明天再來抽 這個 沒意外的話 不是女靈 就是洛克啦 因為這兩隻很強 很好用 那 直屬性的無名也不算是直屬性 我還滿多已經有2星啦 所以就還好 就明天來抽一波吧 你看我這邊有一些券嘛 像這個有30張啊 可以抽一下 這個券大部分都是任務給的啦 這邊有一些成就任務有沒有 你未接達到320 他又給我10張 又會再給我10張 就看到時候怎麼樣吧 我現在又快320啦 好 我們回來看修羅道 所以大家如果要打修羅道之前 還是那一句話啦 你要升階段 OK 你要考慮一下你的 下一階段有沒有達到平均水準 平均的等級 那如果差一級的話 明勉強強可以 差兩級我就有點打不動了 我剛剛這個黃屬性 在打的時候 我是用瘋八嘛 那我就完全沒有達到15等啦 就打不太懂 那我剛剛就把我的千賀 我原本千賀就稍微有練啦 然後有297啦 沒有吃297啦 那原本就有兩顆星嘛 就稍微讓他平均打到14等 我這樣加起來是平均14等 就還是有點辛苦 差一級的話有點辛苦 但差兩級就太難了 除非你三隻都是紫框 強力角色 但是你三隻紫框 還沒辦法覺醒 你這樣就 其實差一點是還可以啊 但是我沒辦法 我就是只有這樣子 用合作角或是那種死屍任務送的角色 這種死屍任務 每天都可以打他們的記憶碎片 OK 那我的部分大概是這樣啦 兩隻嘛 然後三隻 兩隻 這邊也是兩隻嘛 這邊也是兩隻 所以我是可以過的 我想一下喔 如果這邊都衝到20等的話 平均是6點多嘛 16點多啦 2020加10不是30嗎 30 我更正一下 這樣2020然後這樣不是50嗎 50除以3大概16點多啊 就是我可以打到17階段沒有問題 然後你要打到18階段的話 很抱歉 你就必須得三隻覺醒 才會比較好打 不然就會卡關 打不過 所以就只能這樣 OK 那我就來玩一下吧 我沒有吃297 然後戰力大概23 大家參考一下可以用 可以用 那打完的話主要是靠洛克跟那個 板田銀石在打 然後一樣打手都用暈眩的 我就打個兩三次給大家看吧 我先不要過關 多打幾場給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庫拉的表現 有點硬啦 如果你位階 階段比較低的話 還沒那麼難打 你可以先過來 然後 暈眩他們一下 1 2 3 3 2 1 還是2 3 1都可以 因為他都可以把敵人擊破 那如果沒有暈眩的情況下 你如果怕的話 如果你怕的話就 氣功起手吧 今天會是氣功 欸 我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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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話就會忘記了 就會增心了 更長 他應該有吧 對啊 把他們吸過來 講話很容易增心啦 所以說 你自己安靜的打 給他 不是有放暈眩喔 我不放暈眩的話 我跟他蠅鋼這邊 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這個大小姐 我剛好說嘛 你暴氣跟他打 你庫拉很危險 先氣功他吧 他完全不利我欸 完全不利我 這就是庫拉的問題 就是你不要拿那個金框來打算強力夠 這其實算強力吧 那上一層我打到的是 蘿莉城 蘿莉城就還好 蘿莉城就還好 庫拉一個就讓他們打一下 我沒有要真的打死他 好 退出 就演示給大家看這樣 就是說 這隻庫拉是可以用在修圖道上的 沒有問題 那後面的二十幾階三十幾階 我就不知道囉 因為我現在是打到這邊嘛 那之前有網友是說 他升到三星四星 還能用 然後他也沒吃膠囊 膠囊的話大概戰力會再多了 兩千嘛 兩三千吧 可以這樣試吃嗎 我來試試看 有啊 我們假裝試吃喔 不會真的吃啦 不會真的吃 我只是試吃 兩千三到兩千七 大概多了三千多吧 四千多是不是 二三二七四千多 四千多的原因是因為我吃到一一九啊 因為如果是二九七的話大概是三千吧 我以前印象中感覺只有三千吧 我的建議是 盡量不要給金框吃膠囊 你會後悔 你會後悔 差不多三千多 盡量啦 盡量啦 盡量就是把紫框 把那個膠囊給紫框吃會好一點 金框你只是過度 過度用嘛 過度啟用一下而已啊 像我現在就過度用一下酷啦 我把我真寧先換掉 真寧也沒有說超級好用 畢竟真寧的那些技能就 比較一般吧 比較一般吧 怕他打我 想他遠一點 暈了捏 我太賣暈了 被他們做出啊 好吧算了 好 有沒有 庫拉打這些小怪是 完全沒問題的啦 配合那個暈眩打手 好算力了 好 好那我就是把他通關吧 我只是要掩飾 庫拉嘛 大小姐蠻強的啦 他那個打放有點厲害 啊我們這個 被他撞不完了 哇會不會太吵 歐拉歐拉 哈哈 好換一隻 哎呀21 是嗎 沒裝卡啊 可是我CD不太夠 可能沒裝卡是不是 我懷疑我沒裝卡 沒關係我們再打一次 我應該是沒裝卡 我剛剛可能把他CD卡也拔掉 因為CD不太夠 所以惡意連不太起來 洛克的話一定要裝 雙CD卡 才練得起來 好我果然沒裝 為什麼沒裝 是不是這個啊 虛假大蛇 我之前給虛假大蛇用了 就洛克的問題啊 你想要1212連按的話 一定要兩張剪CD卡 好我們打法一樣 你要123231 3和1都可以 就暈下去了 沒關係我們3氣好了 剛剛沒打到很沒關係 一樣我們暈下去 你非常包穩沒關係 你就暈下去就好了 我這邊過來 就是你被包圍對不對 你就閃開 閃開之後暈他們 然後你再去打 這樣最安全 不怕他們霸擊或幹嘛 就暈下去 好啦放一個這個 一絕勝負 應該沒了吧 這個最後一波很容易就KO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我們就幾年不然 壓著不斷 壓著不斷 好 進龍命在夠了 那次要在角落 剛剛迪西卡夠了 他因為這次會那個啦 會打爆 所以你 你那個 要暈眩他一下 不然就小小危險 這個要對準 不然就很多miss 上次是來跟他玩下吧 他玩下我會死好不好 大家剛剛已經看到我怎麼死的 變成說你要接好啦 不然你讓他落地 他就 他就打放你 你就GG 跑不過去 我覺得我過去會死 硬他 再硬他 因為我們有三個暈啊 而且那個少爺的暈眩是2.5秒 真的很強 2.5秒好像是目前最多了吧 我前幾集有整理有暈眩的打手 2.5秒算多了啦 又通過了 我應該暫時不能再通過 我再上去的話就會越來越難打 是可以啦 我可以再打到17階段 沒有問題 那18階段的話 你就必須要三隻覺醒 不然就會 很辛苦 很辛苦 OK時間還夠 那來玩一下吧 繼續 我也沒玩過 我都是第一次玩 那我的無名 前天吧 那說昨天我pick up pick up那個大盾套 那今天pick up到那個大小姐的特殊卡 就是free啊 單抽抽到這樣 有時候運氣還不錯 我覺得你角色要先抽到 然後戰鬥卡那種東西 你就慢慢抽吃著會抽到 pick up他就來了 就是有時候你為了一張特殊卡 你拼命在那邊抽 我就有點浪費 反正就少他的必殺 其實也無所謂啊 就戰力少一點點 而且看那個動畫很浪費時間 就大盾套 這個 黑暗與現實 我就抽到 原本缺一張 然後我就抽到 然後戰力加蠻多的 輪替進場的時候還蠻猛的 所以無名很強啊 打那個排名賽就很難遇到無名 因為實在是太難打了 一直霸體一直霸體 你只能跟他互打 很難打 然後他技能三又無敵 他如果一直霸體你也沒責 因為他每個技能都有機會出霸 這邊的話你可以先 先暈啊 然後就這樣 看你要不要先暈啊 可以 你可以暈下去很安全 就完全不會受傷 那你也可以把你的打手暈 留著吧 還沒死喔 哎呀我是忘了裝卡啦 應該沒有應該有裝啊 放一下這個好了浪費時間 那我打完這場吧 那我打完這場吧 欸我不知道Boss 那還好應該還好 你只要符合等級要求的話 都不會太難啊 暈下去 那那隻小頭目的話 就麻煩會跳一跳去 最好不要讓他跳走 最好不要讓他跳走 就看看動畫 我覺得他這個遊戲修得到真的是 給玩家一個目標啦 你先暈下去再靠近他們 就不用怕說被他們電 遇到機器人就是 你就暈下去啊 那秒數都還蠻健康的 都30秒左右 然後只要你的 等級達到他的要求的話 就要救我 就還好啦 他等下會 他等下是不是會冰我 他要被他冰是不是 因為我現在打他嘛 可能他冰不了我 因為我可能有霸體 然後命運 他就冰不了我 可能啦可能啦 不然我記得庫拉好像打他不會敵 這個庫拉也是很高欸 不過彈很高啦 再先暈他一下 暈他換完了 再暈他 然後暈去 這樣就一切在你的掌握之中啊 我們就拼一個那個 庫拉的BGM 庫拉愛情的庫拉 他再換一下 如果你怕秒數跑太快了 你就拼拼換了 放大招吧 很難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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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要十 是不是要十六啊 有可能要十六是不是 平均要十六 因為我覺得有點難打 這個是會有可能我傷害不太夠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平均得到十六 通常倒數兩關好像就是會跟下一階有關係 通常啦 因為我覺得有點難打 應該是差一等吧 哇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抱歉 我上網查一下喔 按個暫停 OK沒錯 那關卡五跟BOSS這一關就是下一階段的等級要求 要十六級 那我沒有就輸我而已啊 所以大家應該看到有差吧 而且這還是我三隻紫框的情況下 就你在BOSS戰的時候會特別難打 特別明顯 那如果你差到兩等之後 我跟你講真的是很難過很難過 除非你戰力超高 然後你又是三隻紫框的情況下 我這不是三隻喔 我是一隻金框 我是兩隻紫框 只是這個牙神也是 逼近紫框的角色啦 所以說大概是這樣吧 庫拉是沒問題的 你就可以練練檔 把他轉出來然後練練 至少你可以到 打到十幾階都沒問題啦 那有網友跟我說 他都升到三四星了 表示他打到二三十階啦 也還在用 那就給大家參考看看啦 這隻庫拉 把庫拉切回來一下 所以說藍屬性齁 我再最後給大家分析一下 藍屬性目前的狀況 我們退出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抽卡的部分 時間上的話要24分鐘 我再 花個一分鐘好了 因為我有用過了嘛 所以我有心得 好這些 紫框的部分 洛克是最強的 最好用 雙減希莉卡 技能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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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放 Boss會被你弄死 就是可以造成很大的傷害 那無界也不用考慮 不好連段 打Boss就不好用 因為他技能一是丟石頭 技能三是揮出一個拳頭 把他石獲 那真領 就是他的技能釋放很滿 常常會被打斷 然後 爆七之後的連段也沒那麼好用 但是如果 因為藍屬性嘛 還是只能選他 而且他是隊長技 只能選他 所以這兩隻啊 那我現在因為真領 只有一顆星嘛 所以我就 用庫拉 因為我記憶很多 就來電檔一下 庫拉可以當隊長 輕小兵沒問題 但是打Boss的話 你就 再看看吧 就像剛剛那樣 一下就被幹掉了 非常危險 只能出來放個技能 然後就跑了 幫大家拖時間啊 那七加射不用說啦 因為他都頭子技 他是三頭子技吧 頭子頭子頭子 都是往前衝的啊 把人家出來 很浪費時間嘛 跟那個虛假七加射有的拚啊 也是很慢 那 馬球亞 我還沒有打修歐刀 因為我沒有練 沒有練起來 所以就沒有 就只是抽著 這樣子 瘋拉的話 應該很多人都有 就沒有聽說過他很好用 可能也沒那麼好用吧 那我還有配上合作角嘛 板田銀石啊 白夜茶 就技能二壓著 還蠻好用的啦 那清兵的話都還不錯 技能一二三都還行 然後大招的話 也是都三氣 所以我才說洛克是最強 然後我就自己用那個 白夜茶 然後就配 庫拉這樣 就沒問題啦 因為庫拉可以一直覺醒嘛 然後板田銀石的話 我可以 把我的那些 賈靈的記憶 都投資在他身上 我可以投資在他身上 沒問題啦 要覺醒強化 需要材料嗎 我還沒到二十階啦 沒辦法 就是你這邊次元交換 你就換他就好啦 換這個啦 三週換一個啦 三週換一個 加減換 沒有的話你就只能換別人 換你多的 你多的抽到就只能再換 OK那這集庫拉就先玩到這邊吧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啦 我是覺得還行啊 沒吃膠狼一樣能用 金框你盡量不要讓他吃膠狼 省下來 紫框可以考慮 看你想要練誰再吃 因為膠狼這種東西 很珍貴啊很珍貴 很珍貴 我現在存到四五百了吧 我應該要存到四五百了 四百多 四百六百四百 慢慢存 好 那就先這樣囉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好的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 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KOF再見 大家掰掰 有時可以訂閱 橘點讚好 但是呢 看到還滿有什麼 他是保留的 等等 你遊戲 有機器